的一个元素 它们需要蛋才有办法成长 才有办法繁殖 然后高山田鼠呢 所以会不停地吃东西 然后也会有不停地排挤 然后它会把这些 原来在这个植物体里面的这些养分呢 很快地呢 经由它身体消化之后呢 然后经由排挤释放到土壤里面去 然后释放到土壤里面去之后呢 因为它们的排挤呢 经常都会形成公测 这样子呢 会造成土壤的养分的这种分布呢 很不均匀 蛋分布不均匀的时候呢 因为不同的植物种类 它们所需要的这个 土壤里面蛋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 土壤蛋分布不均匀的时候呢 就可以让不同的植物 可以在不同的地点 它们优势会不一样 这会提高植物的多样性 就是因为这里这么美 这么容易清静 和安山是相当热门的旅游景点 但对植物来说 如果我们走在飞步道区 人类每多踏一步 当地的生态 就会多受一分干扰 在人类足迹所到之处 高山植物的生存之道 或许正面临新的考虑 在三千公尺之上 人为的冲击 正一点一滴持续累积 大自然的季节变化 也日夜不停地影响 高山万物的生长 秋天开始了 这是植被生物量增多的季节 也是台湾高山田鼠族群 密度上升的时候 生命骚动着 生物相互一存 却又彼此制衡 在辽阔的台湾高山 再奇妙的大自然 是台湾高山山 却又彼此制衡 也许正面与巿 是台湾高山 是台湾高山山 那边是台湾高山 的地方 尽舍兽的地方 全球让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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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